她36岁时风光远入二百万,吃一餐饭可花五万块,如今却带住几个行李箱。凄惨种心回到台湾。 她36岁时风光远入二百万,吃一餐饭可花五万块,如今却带住几个行李箱。凄惨种心回到台湾。 她是GVB一位出名的搞笑艺人,至于走红的原因竟然是凭住一口不流利的粤语。 事业巅峰时期的她月入二百万,曾购物从来不看价钱,买下的潮牌服装,玩具都需要一个专门房间才能装下来。 风光时吃一餐饭花四万,花五百日红,陷入事业低谷的她曾经有半年都只能吃泡面。 36岁的金刚,李箱乔,刚出道是一名演员,在台湾拍摄《马马仙师》出道。 后来在台湾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当主持和嘉宾,慢慢发掘了她的综艺感。 随后在2007年加入了TVBS,可惜并没有为她事业带来多大帮助。 到了2009年她遇上了她的贵人曾志伟,当时曾志伟看她这么努力肯干活,带她去了香港TVB发展。 2010年加入曾志伟的热门综艺节目《超级游戏》讲门人,相信不少珠三角的七十、八十、九十后都看过不少了。 在节目当中曾志伟经常奚落金刚脑袋奔,广东话说不准。 看起来金刚是每次都被欺负,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为金刚家戏份。 还记得金刚每次说起不流利的粤语,台上的嘉宾,到场的观众,还有在电视机前的每位观众都很开心地笑出声。 在讲门人节目里一炮而红,除了曾志伟外她就是另外一个容易被人记住的艺人。 接住广告接种而来,剧集和电影也是有发挥的地方。 2011年和小姨合作的《街坊时神》由于两人打琴那巧很好看。 让观众耳目一新收视可是相当不错,当时她在香港综艺市场也算是能够独当一面。 人红了当然会接触很多东西,拍剧也从以前的男配角升为男一,男二。 金刚和小姨这对火宝很受观众喜欢。 所以2016年两人再次一起合作,在爱情食物链当上了男一。 拍起戏来她就收起了搞笑能力,成功化身一个狠毒的将领,她戴住眼镜一脸严肃还是挺帅的啊。 在香港巅峰那几年内,她名利双收。金刚表示。 在香港赚钱很容易,月出银行户口有80万进来。 月中有60万,月底又有80万,月列如是。 月入200万当然要会享受,当时她就养成爱乱花钱的习惯,潮牌服装,球鞋,玩具,根本不看价钱就买了。 因为买太多家里还需要一个特别房间来装下这些战利品。 而且她还特别爱吃,经常下班后就找工作人员吃饭。 当然付钱的人就是她了,她就表示当一人的收入比其他人高的时候,很自然的就会出钱,反正大家开心。 有一次老朋友何君祥来到了香港,算上她和何君祥四个大男人晚上去吃火锅花了4万台币。 她狂笑说,真是神经病,不知吃了什么。这样就4万元。 习惯大手大脚的金刚终于迎来了危机,所谓花500日红,在2014年金刚全年只有一个节目,收入就只有TVB每个月给的12万月薪。 大家觉得12万每个月肯定很容易过啊,而且觉得能够剩下不少。 可是对于金刚就是一个噩梦,先是没钱购物,还有每个月房租12万,单单房租就去光她的收入。 然后她还花了大笔钱买楼,每个月算下来不吃不喝也有30万养孩。 所谓没钱财值到钱的重要性,那年她改变了为了省钱没事不出门,躲在家中玩游戏,吃的是泡面。 过了半年吃泡面的日子,现在她看到泡面都想吐。 那时候她已经一穷二白,但是她也不会祈求高层施舍新工作。 她说,我没办法,除非那个人我认识的,去打招呼是可以,我不能接受。 你好,我是金刚,有工作请找我,我觉得这样好老土。 由于金刚是曾志伟的人,外界传曾志伟和TVB高层拥有山不合,所以她被打压没工作,但是金刚一直都认为曾志伟绝对是她的大恩人。 在TVB打滚多年的金刚,今年夏季和TVB完约,并没有获得许约。 当年金刚一无所有的到来香港,如今带着几个行李箱重新回到台湾发展,希望她未来的道路走得更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